我们再来看的是这段时间以来台飞关系紧张 而在高雄有一家饭店为了支持我国渔民 所以在今天上午特地举办了一场黑鱼切割秀 吸引了许多民众来围观 台湾渔民捕捉黑鱼遭到菲律宾人员设计造成损伤 为了支持渔民高雄市一家饭店 19号花了50多万元到东港购买一尾近300公斤的黑鱼 在高雄街头举办黑鱼切割秀 吸引许多民众围观 业者特地邀请东港的师傅现场展示切割秀 利用三种不同的刀子解体 师傅手持力刀有刃有鱼 也让在场的民众大开眼界 这一尾300公斤 那现在全世界最贵的分子料理 证明说你眼睛所看到的 那今年因为我们渔民去抓黑鱼 被黑鱼做成分子料理 还没有结束 那你在想说黑鱼过这么多料理 我们的想要吃黑鱼 那我如果告诉你说 所以我们吃肉丹黑鱼吃到饱 切割秀经由肢解三步骤 包括先去尾去头去胸被塞 切成生鱼片再接头切割 很多民众都是第一次看到黑鱼切割秀 纷纷拍照留念 联合报现媒分高雄报导 请你找 civil社税